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近期美股持续强势反弹 对于这波上涨 投资人该如何解读 而今年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年底走势如何 投资人又该如何操作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再度邀请的是 阿姆法资本首席投资官毕宝宏币总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市场现况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阿姆法资本的首席投资官毕宝宏币总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最近美股市场的动态与发展 毕总你好 你好 威廉 谢谢毕总 美股11月已经有一波非常凌厉的反弹走势了 那么市场是非常乐观在预测 明年的降息时间 您认为这一波涨势是合理健康的吗 12月能不能够延续这样的趋势 那从市场回报来看呢 11月份的确是非常好 而且是应该是近30年来最好的一个11月份 那看看最近的这个通胀数据呢 比如说刚刚出来的这个10月份的PCE呢 它的年化这个只有2%了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么好的这种这个通胀数据下呢 市场这个预期对预期美联储放宽这个政策呢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不过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美联储做出决定以后来看 因为美联储主席帕威尔曾经表示 他最担心的风险呢 就是怕这个联储过早放宽利率 这样呢有可能造成这个第二波的这个通胀 所以我觉得美联储呢 有可能不会向市场预期那么快的这个放松这个波币政策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到在12月份 这个美联储在开会的时候 可能会我们会获得更多的信息 那对这个市场来说呢 在如此强劲的反弹之后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如果看更长线一点 我觉得这个如果金融市场这个状况 如果继续宽松的话 这个涨势呢有可能会持续的 我看这个市场流动性呢 从去年这个10月份以来 一直都在慢慢的走高 在这种趋势这个持续下去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市场反弹是有可能保持这个势头的 当然市场这个上涨的势头 并不表明它会是一条直线上升 它肯定会使有潮起潮落的 是的 那么这次听您的语调就感觉轻松多了 感觉也比较乐观 但是也是有部分的经济学家会担忧 高利率对经济的伤害 有可能到明年才会比较明确的反映出来 您怎么看明年美国经济的发展呢 因为刚才提到过嘛 这个联储的这个通货膨胀 基本上就是这个10月份PCE呢 它这个年化历史膨胀 已经达到这个通胀目标 是吧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 所以说这个按定义来看 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转着陆 但是我是同意这个经济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这个高利率的影响 可能会以后 就是比如说明年才会体现出来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明年走下呢 我觉得是取决于这个联储 下一步的这个决定 还有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的财政政策 因为如果美联储这个先发制人 在这个经济出现任何裂缝之前 就放松利率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经济有可能就是 从现在的软着陆 再次转向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增长速度 那这样的话 对市场是非常利好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就有可能这个通货膨胀 可能会卷土重来 尤其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劳动历史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那尤其呢 还有一点就是明年呢 是选举年 这个历史表明的选举年之中呢 这个财政政府的这个财政政策 有可能是对经济是刺激型的 所以说这更有可能导致这个通胀再次回升 所以我 我觉得自己我看来啊 我觉得这个货币政策和财政的这个 财政政策之间呢 有好像在进行一张这个拉锯战 所以啊 这个这两个政策 也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的这个财政政策 都对这个金融市场这个流动性是有影响的 那我觉得明年的这个市场的发展取向呢 是取决于这个流动性的走向 如果说美国整个这个金融状况和这个流动性呢 继续宽松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股票市场上涨的趋势还是可以保持的 是那听起来现在大家应该要谨慎乐观啊 那么目前美股市场 呃有什么黑天鹅啊 或者是不确定因素需要投资人特别留意的 啊 黑天鹅事件对 按照定义呢 就说这个意外的事件 我觉得肯定不会是这个商业地产 或者说其他股票的重新定价 或者说这个债券市场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风险啊 啊 那除此以外呢 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 这个啊 私募股权和私募信贷基金呢 在不断的增长啊 尤其在过去两三年之内 私募信贷 这个市场在很快的这个增长 那这个私人信贷市场这个标准 有可能是比较宽松的 啊 所以呢 下一次经济衰退来袭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这些泡沫有可能破灭 还有呢 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一些泡沫 因为他们这个定价 你比如说去年市场大跌的时候 这个公共市场 就是这个股票市场大跌的时候 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呢 他们的价格并没有跌很多 因为他们的价格没有公开的这个市场价 是吧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价格模型来定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些其中有一些基金啊 至少有一部分 他们的价格的模型可能会 就是比较慷慨吧 所以说整个如果说这个 经济衰退来袭的时候 如果这两个市场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 有比较大的影响 是的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 需要币总为我们提点一下 有什么好的投资标的 或者是投资上的建议 好啊 那我这个下面说呢 就是从这个啊 普通的非专业的这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啊 我觉得这个啊 在过去两年之内呢 我觉得市场是给我们刷新了一个这个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 短期内预测市场是非常困难的啊 所以说 我觉得 从大家这个投资者人 投资人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认为 应该把个人的财富呢 视为一个投资组合来看 那从这个投资组合来看呢 我们就要实行这个多元化投资啊 那多元化投资 至少我认为这个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呢 应该来做长期投资 那长期投资呢 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 至少应该是持续的投入股票市场 不要买进买出 因为你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高低呢 你把握往往是错的是吧 所以说这个要持续投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因素 然后另外呢 这个您的这个投资组合里 我觉得一部分会有一些这个房地产啊 房地产投资 加上这个短期的现金储备呢 我觉得这都是 这个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部分啊 当然对于有更多的 更大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投资者来说 我相信您就是有机会会接触到更复杂的资产类别 比如说一些跟市场相关性不大的对冲基金 比如说我自己运行的基金啊 和其他这些私募基金 那这些啊 作为这个您长期投资一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 应该这些应该是一些不错的选择的 币总表示美股近期因为通膨数据降温 出现大幅反弹是正常与健康的 不过短期股市可能涨幅已高了 接下来或许会略为回挡整理 对于12月以及明年初的股市展望 币总表示只要美联储转为宽松政策 那么股市应该还是能维持现在的这波涨势 只是他也担忧万一美联储在明年过早开始脏袭 通膨就有可能反弹 就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币总也提醒大家 今年大家学到最多的就是股市真的很难预测 因此建议一般投资人不要过度频繁的进出股票市场 长期持有基本面比较好的标的 才是风险低的投资方式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